我觉得这台车开起来跟这个 Myvi 是很像的 然后在操控表现的部分 它会比 Myvi 好一点 这辆车就是比亚迪海存 BYD Dolphin 其实这辆车是马来西亚市场最便宜的电动车之一啦 那么其实这台车已经发布了一段时间 所以今天的影片我们就不许跟大家介绍一下外观啊 讲解它的配备什么东西 而是跟大家分享一下怎样的人应该买电动车 还有拥有一台电动车是怎样的感受 在影片开始之前呢 就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一下啦 首先呢 先回答一下大家的问题 就是我应不应该买电动车 其实呢 时常会有人 PM 我们的Facebook Page 或者是 PM 我的Instagram问我 这辆车我是不是值得考虑 那么我先跟大家分享一个数据啦 根据这个比亚迪官方的数据呢 其实在马来西亚会购买比亚迪车款的人呢 有大概超过80%的人 这个车并不是他们家里的唯一一台车 也就是讲如果他们今天真的有需求要做长途驾驶的话 他们是会有一辆汽油车做backup的 而这个电动车呢 他们之所以会选择它 其实就是为了体验一下电动车 然后还有体验一下这种科技的感受 因为其实这个 BYD Dolphin呢 在马来西亚市场的售价甚至算便宜 它的售价如果你买到这个入门版本的话 大概是10万多一点点而已 相比起之前这个电动车呢 这个入手门槛已经低了很多 而且重点是这个空间表现跟配备其实都非常的合理 所以我觉得你今天如果你是10万块预算 你真的想买一辆电动车的话 那么这个 BYD Dolphin 是可以考虑的车款 第二点 如果讲今天你是一个考虑买电动车的朋友 你还要考虑到这一点 就是充电的问题 这辆车呢 它是支援一个80kW的Fast Charge 还有7kW的AC Charging 也就是讲呢 它的充电速度其实不算慢 可是问题在于 你的家里的硬件条件是不是可以满足这个充电的需求 我会建议你们啊 首先如果你是住Kwondo的朋友的话 你可以去跟你的Management评问一下 它是否允许你在你的Parking Slot 安装这个Wallbox 因为其实我问了我的Management 他们是不允许我安装这个东西的 然后第二点就是 如果今天讲你是住这个地上屋 也就是Lander的话 你也是要去查一下 你的家里是不是有3-phase 如果有3-phase的话 那么你大概是花一个一两千块装个Wallbox的话 那么 拥有一台电动车就不是问题了 如果你不想在自己的家里安装这个Wallbox的话 你想去外面充电的话 那么你就要搜索一下 你的家里附近 是不是会有这个公共的充电桩给大家使用 其实我有试过去使用这个公共的充电桩啊 其实还算蛮方便一下的 只是有时候人多的话 你必须要等待 然后这个充电速度 其实你也是会要等待一下啦 我那时候充电 大概把这个车充到80% 大概需要一个小时左右啦 所以这些都是你在买电动车的时候呢 你自己需要去做的一个心理建设跟一些准备 如果你觉得这些问题都不是问题的话 那么 恭喜你 你是真的可以拥有一台电动车的 接下来 最多人问我的问题就是 Ivan 如果今天我要驾电动车跑长途的话 会不会遇到找不到充电桩 或者是这个电力不够的情况 首先目前在马来西亚 找不到充电桩的情况可能比较少 因为我时常南上北下 而且我也开过电动车跑长途的经验 基本上在大部分的R&R呢 都会有这个充电桩 你只要看到那个牌子上面有写着一个EV 就是代表可以充电啦 然后我建议各位 如果真的要开电动车跑长途的话 最好所有的充电APP 都下载下来 因为这个是真的会用到的东西来的 然后第二点就是 在你进行驾驶之前 你要自己去做一些blending啦 就是讲可能我到哪里 我就要充电 等等等等 然后还建议大家养成一个习惯 就是吃饭的时候 找有充电桩的地方 因为你在吃饭之余 进行充电 那么吃完饭回来 这个电力也补充到七七八八了 所以这个习惯是我在开电动车的时候所养成的 我觉得这样子既不会浪费时间 也不会让你有这个续航焦虑 然后如果讲今天你买电动车真的是为了开长途的话 那么我会建议各位呢 就是选择这个续航比较长的版本 就好像这个BYT Dauphin啊 其实它有两个车型 一个是410公里续航 跟490公里续航 我们驾的就是这个490公里续航的版本 它的电池超过了60kWh 所以这台车 它基本上我要从这边 OneWay 驾到Bineng 去 问题是不大的 只是到了Bineng 就必须要充电啦 不过就像我影片一开始所讲到的 根据BYT的数据呢 大部分会选择BYT车款的朋友呢 其实家里都会有几台车子 所以目前现阶段呢 我还是建议各位 如果是选择电动车的话 还是以城市驾驶为主比较好 因为城市驾驶开电动车呢 感受确实是不一样的 接下来一点就是大家就会问 买电动车是不是需要一直充电 然后这边我又要再搬出另外一个数据 根据TMB 也就是Denaga的数据呢 电动车的车主呢 平均一个星期只会充电一到两次 当然这个是根据个人的使用方法 如果讲解你是一个跑Sales的人呢 那么你就会时常要打油 你开电动车也是一样时常要充电 但是如果你今天是像我一样只是一个上班族的话 平常就是你的通行就是去office回家 去office回家的话 那么电动车基本上不会让你每次充电 甚至有可能一个星期 甚至是两个星期才充一次电 就以这辆车为主 这辆车我拿车的时候电力是100%的 如果我们开了两天 然后现在里程已经开了76.2km 电量还有76% 然后其中呢还包括像现在这样我们拍摄啊 然后有时候park在那边 大概放了半个小时左右 所以这样子的电量呢 我觉得还是可以完美的附和我们一般的日常通行的使用范围 平均来讲一天大概可能只用一个10%到15%左右 如果你真的要用到完的话 那么我相信可能可以顶个七八天不是问题 但是主要还是要根据你平常的用车习惯啦 然后还有一点误区要跟大家讲的就是 电动车在塞车的时候呢 它的电力损耗其实会比高速巡航的时候更低 因为电动车有一个充电回收机制 所以你在塞车的时候踩油门放油门踩油门放油门 无形中呢它也会帮助你的电动车进行充电啦 这一点就是电动车的好处 然后接下来就要讲到一些配备上面我很喜欢的地方 接下来呢我就要跟大家分享一下我在开这个比亚迪海豚的时候 我发现了一些特色功能跟一些缺点啦 如果大家是真的对这个比亚迪海豚有兴趣的话 我觉得可以参考一下 要讲的第一点就是这个手机的无线充电机座 放置的位置非常的好 而且我的手机是这个iPhone 15 Plus 放下去刚刚好 而且一放下去它马上就可以充电了 这个很好 第二点就是这个双层式的这个置物格设计我真的太喜欢了 我每次上车就是把我的这个家里的access card啊电话就这样子放着 然后就可以开车 当然上面还有个全景天窗 如果是讲不是大热天的情况下啦 你开全景天窗开车其实也是蛮爽的事情来的 接下来要讲的就是这个萤幕 这个萤幕尺寸非常的大 像我这样的眼睛不大好的人呢 看Waze 看这个Google Map 其实它可以看到非常多的细节 这一点也是我很喜欢的点 然后比亚迪的特色功能就是这个 可以旋转的萤幕 那么为什么这个萤幕可以旋转呢 其实就是为了它这个内建的GPS啊 如果你使用这个内建的GPS的话 这样子看的话显示效果其实也是不错的对不对 当然除此之外原本它还有别的功能啦 因为在中国呢 这些车机它会有内置非常多的功能 像是这个快手啊 抖音啊 爱奇艺等等等等 你甚至可以在车里面看戏 但是在马来西亚呢 因为版权跟发挥的关系 所以这些功能就被拿掉了 可是你不要失望啦 因为如果你把你的C放在USB 然后插进这个USB的连接口里面 其实你还是可以用内建的软件看戏的 但是就是在车子完全静止的情况下 你才可以看戏啦 不过好过没有你讲是不是 最后一点关于这辆车要跟大家分享的就是 这一个后座的乘坐空间表现 这边都是我的标准坐姿 你可以看到以一辆B segment来讲嘛 它的这个空间表现其实不错的 因为它是电动车 所以后面的地板几乎全屏 如果是短途驾驶 后面你硬硬要塞三个大人都没有问题 然后最好中间是做小朋友啦 然后它还有这个中央扶手 这样子的空间表现 如果讲你开这样一车 载你的家人去吃饭或者去shopping mall 基本上呢 它是可以符合你这样子的需求 怎样看到这个空间表现 你会给大好分呢 影片下面留言给我知道啦 然后接下来我有两个我觉得比较 我不喜欢的缺点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首先就是作为一台B segment的Hatch Pack呢 这个的尾箱空间其实是稍微小了一点点啦 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就是 尾箱可以呈现的面积啦 不过咧它还是有这个六四分离椅背倾导功能 所以你要运在大点的物品它还是可以的 就是在一般状态下 这个尾箱我觉得还是稍微小了一点点啦 然后第二个缺点就是它的这个 Smart Key的开关门的开关门的开关门 只有在Driver side有 这个Farm passenger side是没有的 因为我一般时候我开车我会把我的包包丢在这个前面的副驾驶 然后我下车的时候我会拿包包 然后在我拿了包包之后呢 要关门其实是关不到的 因为它没有那个button 所以我必须把钥匙拿出来关门 所以我觉得这个其实有一点点不便利啦 现在我们来简单分享一下这个比亚迪海春的驾驶感受啦 我觉得这台车开起来跟这个Myvi是很像的 然后在操控表现部分它会比Myvi好一点 听到这边你不要误会我没有讲它不好 我讲它像Myvi的原因是因为它的这个驾起来感受呢 跟它的这个定位非常非常的接近 就是它是一台纯市区驾驶的车款 它的方向盘很轻喔 我给你讲这个方向盘是不管是男女老少呢 一握上去一转动呢就很容易可以接受的 然后接下来就是这个车子的选调很软很舒服 如果我们现在在这个工田这边开车呢 这个路况其实没有这样好啊 你可能会觉得它有一点摇晃 但是它并不会跳 基本的舒适度是OK的 开起来也不会像那种第一代第二代Myvi这样 有这种捉船的感觉 你可以feel到这个底盘还是蛮solid的 然后还有一点就是这个电机的关系 我们开的这辆车呢是这个顶配的版本 它的最大马力表现达到了201PS 峰值扭力就是320Nm左右啊 如果我没有记错的话 那么在这个扭力表现下呢 这台车其实已经很接近这个2.0的turbo engine了 0-100加速7秒咧 比重turbo engine还快 但是这台车加起来就是很sport 很轻快 很好开 有一点我一定要跟大家分享的是 大家可以从镜头看到哦 我们现在差不多要到了一个junction 通常如果讲你驾汽油车在junction的时候 你要出路口 你可能会有一点担心就是讲 这个engine不够力还是什么 你出路口出到一半车来啊 人家会哄你 甚至是讲人家可能会撞到你什么 如果以电动车来讲的话 基本上这样子的可能性就不会发生 来我示范给大家看 OK 现在我要出一个路口 我要进去对面的路口 然后这边有很多车是不是 如果你驾一般的汽油车你会担心 可是这样子的话你看 电动车它因为有instant torque的关系 所以我一踩油它就马上出去了 它不会有一个拉RPM的感觉给你 让你觉得这个车子好像有点时间才会冲这样 你不需要提早去prepare那一个油门 这个就是重点啊 这个就是电动车的精髓 我很喜欢电动车就是这一点 然后接下来的感受就是 一般的通勤这台车可以让你无压力的开着 那现在我们在这个一个搭板里面加 基本上你每一个动作看到吗 锅板 选掉很舒服 然后我在转弯的时候 steering 很轻 然后我要parking的时候我按下button或者打RER 它就有这个360度镜头出来 所以这台车的定位很明确 就是一台日常通勤车 对啊我忘记跟大家补充一个点 就是这台车还有一个很细心的点 就是它的这个大镜倾斜的角度很斜 所以你的视野看起来就会很像SUV这样子 它不会因为车身低的关系顶到你的视线 所以我现在看出去外面视野是很宽阔 而且它的旁边还有这个三角径 也就是讲你转弯的时候不会有盲点 果然他们把这个细节都做到很到位啊 给赞 我刚才一直讲比亚迪海豚是一辆很适合市区驾驶的车 但是不代表它不适合高速公路行驶啦 现在我们就在海味上面 然后这辆车因为它是有电池的关系 所以它的重心会压到很低 然后它的离地高度只有130mm 所以当你跑快的时候你还是可以觉得它是稳定的 基本上因为它没有引擎的关系 所以你听不到引擎的噪音 你现在只有轮胎声 电动车还有一个好处就是它的MVH其实也会比较好 然后你去更换一个更好的轮胎的话 那么这辆车就会非常非常的安静了 因为它有这个instant torque的关系 所以你要隔车的时候也是非常的方便 就好像现在前面有辆车停着 OK往后隔车 signal一打油门一踩你看我车就出来了 然后我再切回去我再补一下油门就切回来了 这个也是一个电动车的好处啦 开过电动车才知道 这种不需要去拉RPM 马上instant torque出来的感觉是多么的爽快 但是这样子的问题 但是这样子的车款大家也要注意一下 可能有时候你不小心误彩油门它就会突然间冲 你可以在网上搜索一下其实也蛮多这样子的意外发生啦 我是一个很喜欢驾驶感受的人 所以我对于车子的操控表现我会有一个很高的标准 我对于海豚的评价就是这台车的操控表现其实就是普普通通 它没有到好也不到差就是中规中矩 可是它的特性让我会很喜欢它 真的是昨天我开这台车去打包在那种打满里面转来转去的时候 你会发现到原来开车可以这样行云流水的 这一点我相信也是为什么海豚在中国卖的那么好的原因啊 因为中国的市场竞争那么大 有那么多个品牌在一直内卷内卷内卷 可是海豚这个车子呢在中国一个月平均可以卖2万到3万台 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成绩啊 如果你去再check回这一个销售数据榜啦 海豚往往都是前10名其中一个 它不会掉出去的 既然中国市场对它有这个认可的话 那么我觉得它应该差不多来去 在我实际开这台车的时候 我一开始开因为感受没有这样深刻 我是不大喜欢这台车的 可是当我真的是进行深度驾驶过后 尤其是每天在城市里面塞车又或者在达马里面走的时候 我真的感受到这辆车的魅力在哪里 而且重点是这个比亚迪的续航 基本上它的官方续航跟你实际走的话哦 不会落差太大 就例如讲 这辆车呢它的这个续航官方讲是490 实际上我可以开到460 470 这个落差不到10% 这个是非常gang的事情啊 如果讲每一辆电动车都可以做到这样子的程度的话 其实我也不会去排斥开电动车啦 然后还有点像我刚才讲到的 这台车其实是蛮省电的车子啦 它的电耗是非常的低的 像我们这样子现在已经结束拍摄 我们要回去我们的office 已经开了84公里左右 我的电量还有73% 如果是比一些其他的车款的话 那个电可能只剩下60%等等等等 所以我要称赞的就是比亚迪的这个电池管理还真的是非常的好 它很大的程度已经降低了我的这个续航焦率阵 所以总的来说 这台车它非常的均衡 它可能没有一个很特殊的点 但是它就是很均衡 这个是我觉得我可以推荐它的原因 我相信啦也有很多看我们影片的朋友也已经试驾过海豚了 你对这个海豚的驾驶感受有什么看法的话 影片的下面留言给我知道 好啦这个就是我暂时的试驾感受啦 我要去体验一下这个DRD海豚给我的冲进啦 其实我在拍这台车之前呢 我有跟一个比亚迪的销售员稍微聊过一下这个海豚 他告诉我呢 他有很多的这个customer呢 买这台车是为了自己跟为了孩子 买给孩子的话是因为这台车男女通杀 因为这台车现在这个颜色可能比较适合男生 可是还有那种比较前着系路上粉红色的 也适合女生 加上这个外观设计蛮fashion一下 所以男女通杀 他们会买这台车给孩子去读书啊 或者是刚刚出社会工作也会买这台车给孩子 作为一个日常通行的交通工具 因为可以顺便control一下他们不要跑太远 除此之外呢 如果是这些父母自己开这台车的话 他们去喝茶去买菜去shopping mall 这台车都刚刚好可以满足他们的需求 然后重点是电动车在City Drive的时候呢 真的非常的爽非常的轻盈 所以这个就成为他们买车的首个选择 至于我自己个人呢 我觉得这台车的价格定位也非常的适合想要体验电动车的朋友 因为讲真的 这台车的入门版本大概是10万块左右 10万多一点点啦 负担来讲并不大 然后对于那些朋友来讲呢 可能他们不想花太多的钱去体验一个新科技 那么比较迭海豚的定位就真的是刚刚好的 因为这个车的价格其实基本上就是像你买一辆Vios买一辆City这样子 所以你对这款车有什么看法 你的看法是不是跟那些销售员讲的一样呢 欢迎在影片下面留言跟我们讨论啦 如果你问我的话 我住的地区情况允许 加上我的这个经济能力可以负担的话 其实我也会想要有一台海豚 因为市区价真的很爽 重点是你算一下哦 我这样子算下来 我每天开电力大概是消耗18%到15%左右 我一个星期最多是从一次电而已 这样子是不是算省钱呢 欢迎在影片下面跟我一起讨论啦 好啦我是Ivan 以上就是我们这一期关于海豚的影片内容 帮我们按赞订阅分享一下啦 我们下次再见 拜拜